教網中心主要負責的內容 基本上就是縣內的國中小跟渠網 或者是縣網連線的一個節點 同時我們也幫學校處理網路規劃 還有管理 甚至行政院要求的一些食安規範 我們都會幫助學校 以往我們學校不管在網路管理或網路設備 我們都是由學校自行去管理 但是因為學校老師並不是只學資訊的 他們有很多時間其實是必須要琢磨在教學上 所以在管理上面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這些問題其實又回到我們教網中心身上 所以我們極希望可以簡化一個網路架構 然後甚至是集中到我們中心 來做一個統整的管理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最少的人去管理這樣的設備 那再來它的設定不要太複雜 那最重要當然是效能一定要足夠 F5一直是在資安的一個領導向線 因為我們的需求是在 負載平衡 然後在WAF 然後甚至DNS的服務 這些功能裡面 其實我覺得在設定上面 還有介面上面是很一致的 所以只要學校已遇到問題 那我們可以從遠端很快地處理它的困難點 讓這個工作更有效率 以學校網站來看 其實很多都是自駕 甚至是委外 那可能過了保固之後 它就沒有再更新它的一些弱點 那這個很容易成為攻擊的一個目標 那我們中心採用BigIP的WAF 其實就在保護學校的網頁 不受外面的攻擊 我們希望教廠中心可以在資安這一塊 也可以與時拘禁 不管在政策或者是法令的要求下 都可以協助學校滿足它的需求 我們覺得新科技導入在教育方面 其實是讓希望是老師的教學是更活潑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不管在前瞻或者是在我們之前的一些規劃 我們都在學校裡面 導入了一些行動化的設備 像Chromebook或者甚至是手機 那我們希望的就是 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新科技 然後讓學校老師的教學更活潑 那由於這些行動化的設備 其實牽涉到有線網路跟無線網路 所以在網路的管理就變得更重要 這個其實還是會有一個資安的問題 還有一些使用連線數的問題 那其實BigIP不管在服務的負載平衡上面 或者是在資安的管理上面 其實都幫助我們很多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幾乎忘了它的存在 因為它會自動更新 然後自動幫我們阻擋 其實它已經幫我們處理掉很多 資安的一些威脅 所以其實我可以不用管它 它自己會運作得很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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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